如果今年太阳首轮不敌快船 淘汰出局下赛季1.5将何去何从 会不会要求快船 要求交易将快船呢 太阳首轮不敌快船淘汰出局 这个是有可能性 因为保留乔治目前是越狱是 暂时仍然是保密 但是等到双方之间一旦拉开架势 保留乔治他参战的欲望 就会浓烈到每个人都能够清晰感受 主教练台卢 包括整个球队的上下一心的支持 也会支撑乔治迅速回队 参与这一场警示害死为大战 所以有可能把太阳拿下 太阳如果被拿下 那肯定也是因为什么呢 阵容的老化 板凳深度的不足 但是如今这段球队已经走到这个方向了 没法改变了 那你多连特继续留队的话 你板凳怎么不强呢 你今年走的又走 没有任何就是强队的那种 自然的对于老将的心理 克里斯保罗呢 下载机必然理队 因为保罗现在有恒在审 他不可能说继续给太阳效力 保罗他为什么说在引进诺兰特当时 保罗没有对 这个事有任何排斥呢 因为保罗也认识到 自己职业生还所成不多 那太阳队的未来跟我有啥关联的 而且既然引进了诺兰特 他又是长河头 来一年必须把自己牺牲掉 很有可能 保罗就这点觉悟他是有的 他也多少意识到了 就今年是他身披太阳战袍的最后一年 拼最后一宝 如果不行呢 肯定是会被抛击 因为太阳队养不起这么多顶星明星 他本身就是小市场 你看太阳队和快船平均票价 第一的可怜 是今年所有首轮比赛当中排倒数第二 就是太阳队啊 票价这块根本上不去 尤其你结合他首轮遭遇的是快船队啊 快船那是洛杉矶球队 你记住但凡是洛杉矶这种大市场球队 票价通常不便宜 那你跟快船队打一组谢了赛 你总体票价你甚至没撑上去 说明什么呢 费尼克斯这个票房根本不给力 可能杜兰特呢 也没有任何额外的票房价值 现场球迷根本不买仗的 正如从当年杜兰特被朗尔销利期间嘛 季游赛期间呢 都得是哈登舍下老脸 去打折出销 去号召球迷啊 果断的涌入球场 甚至自己不喜呢 掏出一部分的票价 去让球迷啊 为组队现场欢呼 这个杜兰特 没有太强的票房号道力 所以今年要是输完呢 说完杜兰特那就只剩离队了 因为继续留队没有改变的可能性 这块太阳 基本上薪水这块已经锁定了 三大顶线球员 球队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了 改变不了 多兰特5000万 爱顿3700万 爱顿多少钱 爱顿3500万 多兰特5000万 敦伯克4500万 这加一块就是已经是1300了 你再加其他边角料 你怎么不得归了包多2000万呢 这样一来呢 奢侈岁一年太阳队也不少缴纳 但你不出成绩 那肯定不行了